屏東三軍連續基地上午傳出意外事故 當時蔣信夏氏跟全信士兵正在進行戰車鑑定以及維修作業 過程當中戰車砲塔穩定系統疑似異常 導致砲塔大幅度轉向 士兵遭內部砲尾環壓傷 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士官則是被砲管撞擊 腹部挫傷 軍方目前已經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士官躺在單架上虛弱又無力 一戶趕緊挪來冰床要進行急救 同一時間急診勢力還有令名受傷士兵傷勢更為嚴重 而他們都是被戰車鎖傷 疑似炮身不正常的運動 而導致兩位士官兵受傷 就是建設保養 戰車是禁止的 原來21號上午屏東三軍連續基地 庄甲五六四旅正在進行戰車鑑定級維修作業 卻沒想到戰車砲塔穩定系統疑似出現異常 導致炮塔大幅度轉向 身為裝填手的全新士兵在立頭遭內部炮尾環壓傷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看到是胸部跟背部是有些壓傷的情況 兩個位以外沒有看到其他明顯的開放性傷口 另外副車長蔣信夏市在車外也遭炮管撞擊腹部挫傷 兩人經急救過後 下市生命跡象穩定 士兵則裝上葉克摩搶救 雙雙轉送高雄國軍總醫院 是CN腰腰 不是 CN腰腰 那這個為什麼會壓到 我想這個也是主要的關鍵的因素 所以我們要全力的釐清 巧合的是 在六年前同單位同編號同款戰車 就曾墜合兩城四死 儘管軍方澄清不同臺仍引發民眾議論 根據了解 命為士兵在13天後即將退伍 如今卻跟死神拔河 家屬心急如焚 只能期盼出現奇蹟 記者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 男童細水 手指竟然被假斷 一名母親帶著兩歲的兒子 到新竹一間主題樂園的細水區 過程當中 孩子被三個小朋友要求 協助扶者幫普擊水器 結果右手手指意外被夾斷 所幸當時有撿回斷指送醫結合 不過讓家長不滿的是 肇事小朋友跟家長當下就趁機離開 現在媽媽PO網 希望當事者 家長還有目擊者 可以出面 釐清 事發過程 兩歲男童躺在病床上 右手無名指剛完成縫合手術 被紗布包裹 對比其他手指明顯腫障 二十號下午 男童跟家人 前往新竹一家遊樂園細水 沒想到在玩打水幫普時 手被夾斷 那三個小孩子是請我的小孩子 把他放在不應該放的位置 然後一起壓著我的兒子的手 就這樣斷掉了 媽媽回憶當時狀況 現場有三名三到五歲小孩 和兒子在細水區玩幫普擊水器 沒多久聽見兒子嚎吵大哭 驚覺大事不妙 但一群人在尋找斷指過程中 招出的小孩和家長 都沒有上前關心 還趁亂跑掉 當下我是聽到那個壓水法的小孩子 有說媽媽我不要跟他一起玩 說說放在那邊 我就不小心弄斷掉 然後不要講 他們就擔心說 會有這個安全的疑慮 所以我們在上面也特別做這個標示 目前把這項設施暫停 然後再做一個徹底的檢修 園區在第一時間陪同一家人到醫院急救 並留下資料做後續賠償 只不過情況來得太突然 雖然已經報警處理 但現場沒有監視器 很難找到兇手 媽媽急切破網 就是希望當事者家長 和目擊者能出面 釐清事發過程 記者徐之珊新竹報導 台北捷運今天狀況不斷 北捷板南線上午才傳出兩起意外 結果下班時間 文湖縣中山國中站 往南港展覽館的列車 因為無法自動出發又出包 而早上首起異常事件 發生在府中站 往南港展覽館的方向 疑似軌道電路線路街頭異常 民眾募集列車卡在軌道中央 無法進站 接著7點03分 江子翠站有乘客反應 在車廂內聞到了燒焦味 還看到白煙飄出來 北捷也立刻請車上 約1000名的旅客下車 改搭下一班車 乘客急爆月台 卻等不到列車進站 還沒走到月台前的上班族 更是被堵在驗票口前 不只新浦站 通勤尖峰時刻 北捷板南縣 狀況連連 費勁一番功夫 才把自己寄進車廂 來到中校新生站 現場更像跨年夜 民眾無奈等著排隊進站 一個上午 北捷連續兩起故障意外 上班族動尾條 上班大遲到 會遲到 上面看下來就是怕 就是人山人海 蝗蟲過境 就給它塞吧 對啊 反正應該公司還好吧 應該不會這樣生我的氣吧 就是排到底 就是幾乎每個都排到底 都站滿人 以下電舞第一 然後排隊就是排出來了 濃濃白煙不斷從車廂內竄出 事發就在江子翠站 乘客務必被趕出車外 早上7點03分 民眾偷爆車上有燒焦味 行控中心立刻請車上約1000多名旅客下車 但就在這起事故發生前 6點56分同樣在板南縣的府中站 才發生軌道電路線路街頭異常 列車卡在軌道中央無法進站 導致板南縣列車延宕 一共有五站進行人潮管制 沒想到下班時間一到北捷再出狀況 溫湖縣中山國中站往南港展覽館列車 因為無法自動出發 110名旅客受到影響被迫改搭下班列車 同情尖峰時間三度出包 北街表示受影響的乘客可以進行退廢 也盼能平息 大甲怒火 而且台北綜合報道 國內今天新增2.4萬例本土確診個案 死亡74例 在死亡個案中年紀最小的是3歲男童 也是國內首例兒童染疫病發心肌炎死亡的個案 另外還有一名確診8個月大的男嬰 同時感染綠濃感菌跟肺炎鏈球菌 是國內首例多重感染的兒童 針對國內疫情走向 指揮中心表示依據其他國家的經驗 疫情一波高峰之後 通常三個月才會再有下一波 推估台灣最快8月中到8月底左右 可能會面臨新一波BA.4跟BA.5疫情 針筒才剛靠近 小朋友就嚇到爆哭 6個月到5歲幼兒 21號開打磨的那疫苗 不少家長一早就帶著孩子接種 畢竟疫情對小朋友威脅不少 一名3歲男童確診6天內死亡 死因是急性心肌炎 加上新冠感染 成為國內首例兒童 染疫病發心肌炎 15時 其中兩人確診後8周左右才出現 蜜 tennis 層長超出一般6週內的平均值 還有一名8個月大的男婴 出現症狀就醫 不止驗出新冠肺炎 还感染肺炎链球菌跟绿农感菌 是国内首例多重感染的儿童 本来就有一些细菌存在 呼吸到受到伤害之后 就变成一个叫次发性感染 至于21号新增2.4万例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分析疫情持续缓降 但医师省正南推估 BA.4 BA.5病毒一旦发生流行 至少要200多万人染疫 才能让疫情缓解 从9月延烧到11月 每天平均新增确诊数 可能会来到4 5万例 甚至更高 但医师李兵颖不这么认为 李兵颖更建议年底前 可把入境检疫天数松广为0加7 且戴口罩标准可用室内外来区分 指挥中心回应 不论是口罩令还是0加7检疫 都要是疫情状况再来评估 接种报道 疫情味药 各程度更远 单的判施 。